黎明然后就好了 中国漆年龄 中国漆年龄 海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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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城门城 在八八年一切 年龄 都是靠种玉米 我们也喝到红烧为主 在阿哥时候 我们处在河谷地带 每年不同程度的春寒 富寒都有 太别富寒 在我们这个地方太别严重 所以全靠我们原来的土地 主来基本上受富寒 一项十年 难得有两年保守 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 一年主来不及半年去 在这个同时 我们这个地方的百姓 想到 多做点 就可以开放 多做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从学校并来就算了一笔账 传统的包括根本找不到钱 结合当时我们成立的情况 有种感觉力的建立 能够使用我们再来发展 所以我就准备发展感觉力 所以我就准备发展感觉力 当时由于技术匯范 和歌手缺少 我们都请教了 农科院的专家 和订阅了一些杂志 补充自己的知识能量 现在我家总做歌手 每年有六千万块钱收入 比以前总传统作物 收入太多了 现在水电路 我们城都通了 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城有如此大的变化 全新田路 最后来的热门 你家人帮助 你最后来的热门 在热门 你最后来的热门 我们下来的热门 你最后来的热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